诗篇二十六篇十二节 我的脚站在平坦地方 在众会中 我要清众耶和华 在这一节经文 就是第二十六篇诗篇 最后一节的经文 在这一节经文 大卫仍然是用我来表达 但是在这里是一种正面的表达 特别是用了我的脚站在平坦的地方 其实诗篇有时是用了不同的描述 在这里就用了那个脚 这个字就是我的脚的意思 这个就是站站 就是站在哪里呢 这里就是站在平坦的地方 就是那个地是很平的 有时我们就看到这些字眼 站在哪里 其实不只是形容那个 就是站的地点那么简单 有时就是形容 透过这个站在哪里 其实是形容着它的处境 比如如果我们说 我站在一个 就是 崎嶇 曲折的地方 站在一个危险的地方 那你 其实就可以反映到 就是 私人 他 透过站在哪里 去形容他自己的境况 所以在这里呢 我站在 平坦的地方 其实是形容着 他的人生 他的生命 都是在一个 平静 安稳的一个地方 跟着这个呢 就是这个字呢 就是聚会的意思 那就是再聚会 那不单止聚会 那么简单 这个呢 就是一个众数的 就是在众多的聚会里面 那我们知道 犹太人 他们在旧约有很多不同的聚会 有很多不同的节旗 那所以呢 在 私人大位 他在这里呢 就是说起不同的聚会 众多的聚会那里呢 这个字呢 就是 就是 祝福感大 原本 那所以呢 譬如这里呢 他就说 I will bless the law Will I bless the law 就是我会祝福 就是 阿道乃尚主 那但是呢 一般我们就 就是 在这里中文就翻译做 清重耶和话 就是清重上主 那所以呢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 当我们能够站在一个平坦的地方 我们人生在一种的平静安稳里面呢 我们都需要在聚会里面去清重 赞美神 将荣耀归回给他 这个也是我们和神的关系 也是向人 去见证我们所信的神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将我们在诗篇26篇最后这一节 大卫 他讲到 他的脚是站在平坦的地方 原理都保守我们 让我们都能够 在我们人生里面有平静安稳 让我们学习 在众会中里面去清重赞美你 祈祷宫主兵求 阿们 祈祷宫主兵求